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硕他是财新传媒的总编辑 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主管着这家优秀的新闻机构的新闻报道 2016年他入选耶鲁世界学者 也是当年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入选者 王硕他是一位罕见的读书高手和思维高手 在书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颠覆式的洞见 好下面呢我来把这本书呢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带我们认清了边界 他说呢世间知识可以分为两类 可为和不可为 如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努力就会变成徒劳 所以呢看了这句话呢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努力 放在正确的事情上 比如呢他还提到 我们会听到三观不合的说法 甚至有人将和三观作为共事择偶的标准 但是书中却会告诉你 三观是先天后天反复缠绕而成 想要和很难 强和三观会带来更坏的结果 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和 而应该是共处 所以我比较喜欢他书中给出的建议啊 第一不要认为你的三观 比对方的更正确 第二不要撩拨对方的敏感点 不要动不动上升到三观 第三不要去跟别人讲理 而应该讲故事 讲故事的故事呢应该是具体的 时间是具体的 人物是具体的 矛盾是具体的 最终的选择都是不得已的 最后呢他说 三观不同 对个人来说才有套利的空间 不同的地方才有焦急可言 这本书呢 他帮我们打磨思维 书中呢他一共提了六种思维模型 分别是巨见思维 逆向思维 分解思维 行动思维 周期思维 胜败思维 那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可为之处啊 所谓呢在可为之处呢 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要寻找办法竭尽全力 比如说呢王硕说 在竞技比赛中 实力强的一方和实力弱的一方 谁应该赌一把呢 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 当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应该赌了 因为赢的概率大 但是王硕告诉你 实力差的一方才应该赌一把 实力强的应该是稳扎稳打 凭实力能赢的事情 就不要希望于阴影起 这本书呢 我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呢 他讲了很多都是符合我们当代人 很多的迷茫 比如说如果一代人整体 输在了起跑线 不是比喻 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那你应该怎么办 如果呢 你感到运气不公平 但如果他比你想象的 还要更不公平的多 你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感觉好人无几 小人很多 伪君子更多 你该怎么办 等等等等 王硕呢 他在书中最后说 我也没有证解 但是为你提供了 寻找答案的线索 还为你推荐了 合理的答法 那我看了这本书呢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 直面现实 寻找解法 跟现实 好好的打一仗 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收听 龙音FM心灵有约栏目 明早九点 龙音FM心灵有约频道见